95、大公報 動漫節族迫爆參展商出招搶客 2015年7月27日港民A08大公報信 實習記者高俊軒報導 昨天動漫節第三日適逢週日 到場的市民依然樂役不絕 迫爆國各攤位 參展商繼續割出其謀及人市民 其中攝尼攤位依然大受歡迎 白色款的PlayStation 4主機已經受獻 玩家只可到場預訂 另外,最近裁面細的手機遊戲勇者的盤才 以全香港製作作招來 同樣吸引大量市民到場試玩 非常熱鬧 第二年參戰的Sony 在昨天動漫節第三日依然大排人籠 記者每次經過都寸步難行 Sony市場部副總經理趙仙營表示 早上十一時已經派原作天的籌號 其中每天限140名預訂的Metal Gear款特別版 PlayStation 4主機在中五滿雅 白色款的PlayStation 4主機亦以全數受慶 市民只可到場預訂 在下月三日才能取機 隨電換產品大受歡迎外 手機遊戲攤位的人潮同樣不絕 其中新遊戲勇者的盤才設有攤位訂彩虹 又大派贈品 吸引不少年輕人試玩 開發商Smart City的產品經理 遊戲的滑風雖然好小朋友 但玩法也可以去到好深入 就像下期打桌球一樣需要戰術 至於為何要與本地討論區運輸聯合參展? 方解釋 公司的規模始終比較少 負責開發的只有十二人 不可以做到這麼大的booth、攤位 M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